勇士的第三节为何这么强?走进更衣室揭开中场休息的奥秘。 中场休息的时候,Kevin Durant检查住自己脚踝上的绷带,Zaza Pashulia换了件新球衣,Dreamond Green则把球鞋脱掉了,这样一来他能让自己的双脚松快松快,甚至还有些球员再查看他们的手机。 在勇士队的更衣室里,小伙子们做住些看似平常的琐事,不过当他们走出这间屋子,重新踏上赛场的时候,他们将变成这个星球上最强的一股力量。 没人知道这种扭转乾坤的力量从何而来,就连Steven Curry也是一样,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在总冠军赛之前,勇士队已经累计在今年季后赛的第三节比赛中竟胜了对手130分之多。 勇士的第三节之强可谓是现象级的。 虽然本文未必能够揭示这其中的一切奥秘,不过也希望通过一些细节来给大家展示一些勇士队在中场休息过程中所经历的日常。 从上半场结束到第三节开始之前,他们有15分钟的时间来重新规划比赛,通常包括一些比赛的细节,装备的调整,以及教练视线准备好的战术等等。 在此期间,主教练Steven Curry会通过与队员和教练们的交流来掌握更加全局的信息,与其说中场休息是他一个人的表演,不如说这是一场群策群力的头脑风暴了。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领袖,Pershulia说,至少你会觉得自己是个领袖。 从跳球开始,勇士队就已经在为中场休息做准备了。 助理教练们会将比赛中可能会在半场分析中用到的比赛回合记录下来,并告知坐在球员替补习后面逼Willie Green。 后者是一个曾经在联盟中效力过11年的老将,如今他也加入了勇士队的助教团队。 他会记录下该回合的时间和比分,以公中场休息时查看使用。 把这个编辑再按,助理教练们叫道,或者钱粹简单地说,剪辑下来。 在上半场比赛过程中,时不时的,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包括球队分析师塞缪尔·盖尔·芬德和力量训练师凯尔·巴伯尔, 就会将这些回合的记录点告知更衣室里的录像剪辑师詹姆斯·劳克林, 他负责将这些片段剪辑出来存在电脑里。 当然,劳克林也可以将自己认为有必要的片段整理出来。 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他将会准备8-10个录像片段用来进行赛况分析。 但是来到季后赛,这个数字往往会上升到15个左右。 中场比赛一结束,教练组大概会花3-4分钟的时间来发表他们对比赛的看法。 在主场的时候,这样的讨论通常发生在教练办公室里。 到了客场比赛的时候,他们就只能急性发挥了。 比如在丰田中心的抢7大战中,他们的分析讨论就是在客队更衣室门外的走廊里完成的,因为客队的教练是实在是太拥挤了。 。 助理教练布鲁斯,弗雷泽将这个过程称为智慧收集,Keyer会从他的教练组成员那里得到所有他想要知道的东西,在这个环节中,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聆听。 不过有时他也会用这个环节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当他在教练组面前将心中的郁闷一扫而光之后,Keyer就能更加理智地出现在球员们面前了。 。 在这段时间里,球员们会花时间来打理他们的个人装备,确保他们在下半场比赛中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当然了也包括查看手机。 。 。 在教练进来之前,我们有些时间来处理自己的事情。 Pershulia说。 。 。 当Keyer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资料之后,他便和其他的教练一起来到球员更衣室。 。 此时距离第三节比赛开始通常还剩下11分钟左右,但Keyer通常不会看表,而是依靠感觉来行事。 。 在接下来的环节中。 Keyer通常是第一个说话的人,Steve会发表一段简单的说明,大概说说上半场发生了什么,打得好还是不好,弗雷则说。 接下来Keyer会将劳克林视线准备好的影片剪辑片段投放在大屏幕上,并亲自对其进行搅解 Keyer非常信任自己的团队,以至于通常他在搅解影片的时候并不完全知晓他的助理教练和劳克林将哪些影片剪辑了下来 从这一点看来,似乎Keyer的教练团队依然非常熟悉这位教头的工作风格以及关注的重点了 在对阵火箭的抢七大战中,勇士队的首截比赛打得并不好,因此勇士队的助理教练们接连不断地发出信号,剪辑下来 当他们看到球队打出了漂亮的配合之后,也会要求格林将这些回合记录下来,因为他们知道Keyer喜欢用这样的片段来进行正向激励 当他在录像分析环节搅起这些的时候,球员们也从中接收到了正面积极的信号 当球传起来的时候,总会有好事发生,而且不管他们的比赛有多难,他们的表现也比分差体现出来的要强得多 Keyer过去曾经干过电视解说员,从那份工作经历中他得到了一项特殊的能力,就是整合从助手那里得到大量的信息,然后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给自己的队员 乌雷则认为,那份精力能帮助他在整理完大量的资料后还能保持清晰的思路,并最终用简洁的方式表达出来 不过Keyer可不想自己成为更衣室里唯一拥有发言权的人,为此他还专门预留出了给别人说话的时间 当他表述完自己大致的想法之后,他的首席助教Mike Ryan会跟大家说点什么 接下来罗恩,亚当斯,贾伦,柯林斯还会补充他们的想法 最后Keyer还希望其他的球员们提出自己的看法,进入季后赛之后尤为如此 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他通常会问,你们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要说Dreamin Green是球队里最爱说话的人,大家可能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 在例行赛的时候,Andre Yigdala通常不会说太多,但是到了季后赛,他就像开了水闸一般滔滔不绝 最近几个星期虽然Yigdala因伤没有办法上场比赛,不过在场内场外还是为球队做了不少贡献 在半场休息时间,勇士队就像是一个开放的论坛 他的权威仅限于自己的头衔,弗雷则说,但我们的球队文化是开放的 他也是整个团队的一部分,他不希望团队其他成员对他言听计从 Pertulia在15年的职业生涯里曾经为九位不同的教练效力过,但是他却从未经历过比勇士队的更衣是更民主开放的环境 这里对每一个人都是开放的,从球队老大到替补习末端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任何人都有发言权 他说,这也是他们组建球队的方式,如果你发现了什么,说出来 在比赛中,勇士队的进攻策略通常会基于对比赛的阅读和理解,这就意味着他们常常会找出对手的弱点然后再后发制人 中场休息的时间显然是他们做出矫正的最佳时机 在经过半场比赛之后,你就能看出他们到底打算怎么做了 弗雷泽说 不过勇士队中场休息时间里最重要的特征当属简洁了 Keyr通常会在距离下半场开始前七分钟结束他所有的发言,最晚也不会超过六分钟 他知道球员们还需要回到场上为下半场比赛做热身 这是我们要求他做的,Steve,让我们在比赛开始前六分钟回到场上吧 Pertulia说,他尊重我们的想法,不管上半场我们打得有多么好或者多么差 只要时间一到,他就会放我们出来 当球员们回到场上之后,Keyr将再次召集其他的教练团队 他们一边讨讨论,一边看出时间,到距离比赛开始还剩下2分30秒的时候,他们就返回赛场 经过半场调整,队员们汲取了满满的自信,互相传递了消息并贯彻了战术 这些最终都会作用在场上,弗雷泽说 接下来的事情大伙都看到了,他们满怀信心地回到场上 一扫上半场的阴霾,打出整个联盟最恐怖的实力 接下来的事情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